卫婷啊,在这种时候,你可别玩火啊,现在不是小战,你手里捏着一个国家,你要玩火,当心自焚 清帝殉慰,清朝灭亡以后,中山先生愿意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但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 其一,民国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其二,袁世凯需到南京任职 其三,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三项条件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让袁世凯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制约其总统权利 可好不容易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 于是,该如何逼迫南方革命人同意自己与北京任职,成为袁世凯最为关心的问题 看到时报刊登之孙中山特派武专使,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消息 袁世凯若有所思,问到在场的徐世昌和赵炳君 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扎鹰,这兔子既是真要来了,你们说,我是不是该扎鹰啊 这个问题有着抑郁双关的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临时政府已经让出了总统位置,我是不是该落实行动,前往南京任职 第二层意思则是,临时政府让我到南京任职,我是不是该出手反击,留在北京任职 当然,第一层意思几乎不用考虑,只要袁世凯自己愿意就行 至于第二层意思,徐世昌必须劝劝袁世凯 此时的袁世凯自然不愿表露真实目的,刻意将第二层意思隐藏,回答道 让我去南京就职,这路应该怎么走,我还真不知道,我去看看地图 这句话回答的意思就是,我问的是前往南京任职的事,你想哪儿去了 只是,袁世凯越是这样说,越有着欲盖弥彰的味道 对袁世凯深有了解的徐世昌也顾不上打哑谜 索性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看法 注意,徐世昌对袁世凯称呼的转变 两声公保尊称是下属对待上级该有的态度,是希望引起袁世凯的注意 一声废停,拉近关系,是想以朋友的身份真诚规劝 徐世昌的意思很明确,人家已经让出了总统位置,别再折腾了 老老实实前往南京任职吧 袁世凯一听自己的小金子被点破了,索性装起了糊涂 可还是那句话,徐世昌对袁世凯太过了解了 类似明修战道暗度陈仓的事情,袁世凯有过太多次实践 所以徐世昌还是不能相信袁世凯会就此放弃争取 袁世凯不再辩解,只是给出了一句看似真诚的回答 徐人兄,怎么再玩火,再玩火也不会玩到你面前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徐世昌虽然还是不信 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给出一句玩火自焚的忠告后转身离开 徐世昌离开后,袁世凯开始部署计划 想办法让自己留在北京任职 根据袁克定的表述,袁世凯打算让北洋第三镇统领曹坤 与北京制造小规模混乱,吓唬吓唬临时政府派来的五位专使 让他们看到袁世凯离开北京后的负面影响和被动局势 如此,为了国家稳定和国际观瞻 专使们定能做出让步,同意袁世凯与北京任职 奈何曹坤趁机将混乱扩大,甚至发展成了兵变模式 这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宝金兵变事件 这次兵变的最终结果是让南方革命党人被迫接受袁世凯与北京任职 一般认为这场兵变就是袁世凯一手策划 但徐世昌曾在回忆录中为袁世凯证明 甚至有诸多史学家也认为袁世凯此举得不偿识并无可能 在走向共和的剧情安排中 剧中的袁世凯也给出了不愿意看到兵变发生的理由说明 就当前的局势而言 袁世凯已经窃取了革命果实 发动兵变无疑会让其成为众矢之地得不偿识 回到剧中 袁世凯安排好制造混乱的计划后 还需要解决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尽力撇清自己和混乱出现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让五位专时乃至全国上下 都认定袁世凯并非北京混乱的幕后主使呢 五位专时来到北京以后 袁世凯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自从参议院让我到南京就职 我真是迫不及待啊 强调自己前往南京任职的欣喜和期待 这是态度的明确 更是不可能制造受益曹坤制造混乱的基础 只是光有态度还不行 袁世凯还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 接着 袁世凯就开始给宋教人等人 介绍自己前往南京的路程安排 我打算呢 先坐火车到天津 然后再走水路到武汉 因为副总统黎元洪是革命元勋 我总得到那儿先看看他嘛 然后还是走水路到上海 听说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的时候 就是在上海登陆 然后去的南京 注意 袁世凯对自己前往南京的行程介绍 并没有声明 要带着欣喜和期待直奔南京任职 而是刻意表现出 自己想要耽误行程 延误时间的消极一面 这样说 才更符合袁世凯内心的真实想法 才更能让专使们相信 袁世凯确实要前往南京任职了 事情进展如此之顺利 甚至连宋教人等人都没有想到 宋教人索性直言不讳地 给出了自己来之前的担忧 不瞒大总统啊 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还怕大总统不愿到南京去任职呢 没想到 又是一次证明自己成心的机会 袁世凯岂能放过 岂又不愿意之礼嘛 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在大清的时候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当一回两江总督 可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 简直好了 不是两江总督了 是孙中山先生 请我去两江 就任大总统 你们说 我能不愿意去吗 这一次 袁世凯将自己 即将前往南京任职的 欣喜原因升级了 直接升级到了自己的终身夙愿 更何况 出任临时大总统 较之出任两江总督 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最初梦想 得偿所愿 美梦成真 袁世凯岂又不愿意的道理 自此 袁世凯用以撇清自己责任的计划 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等待国内外的反应了 经过患乱的一夜后 外国公使们先找到袁世凯 给出了袁世凯想要的反应 我各国公使认为 为袁大总统坐镇北京 方式中华的定时策 各国公使联业会议 照会影响 如果政府迁都南京 各国绝不承认中华民国 切望大总统三思 袁世凯想要离开北京 北京就发生了兵变 直接威胁到了各国公使和外国著名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他们自然不会愿意袁世凯离开北京 有了各国公使的态度 袁世凯的计划也就完成了一大半 既然各国公使都表明了态度 袁世凯虽然不能明确地给出留在北京任职的态度 但也必须给出相应回报 让各国公使进一步认清局势 昨夜惊扰 我仅代表我民国临时政府 向各国公使先生及夫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若有损失 我民国临时政府亦应赔偿 只要我袁世凯在 就能保证不让你们受到损失 即使有损失 我也会一应赔偿 好了 有了各国公使的支持 袁世凯的心中已经有底了 但再次面对五位公使 袁世凯还需要最后一场表演 毕竟留在北京任职 绝不能自己说出来 安慰了担惊受怕一整夜的五位专时后 袁世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国体共和民心所向 这迁都南京是议会之决策 这个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就是大总统 大总统也不能违背 要不然那还叫共和吗 义正言辞光明正大 坚决服从参议院的决策 这是基本态度 既能再次撇清自己和昨夜动乱的关系 又能以退为进 将难题抛给五位专时 然后袁世凯转向 自己的属下 发动兵变的曹昆 这个时候教训自己的手下 就能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 再次消除自己受益兵变的动机 最后袁世凯给出总结 什么北京兵变不兵变的 什么大局稳定不稳定的 什么各国公社的态度不态度的 我只任临时政府的参议院 我只服从参议院的角色 好了 这句话一出 只要袁世凯离开北京前往南京任职 但凡出现动乱兵变 都会直接归咎到参议院 乃至五位专时的身上 不用想也知道 参议院担不起这个责任 五位专时更担不起这个责任 宋教人等也只能做出让步 大总统 刚才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这迁都市小 国家稳定是大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呢 民国首都还是定在北京为好 袁世凯想要的让步出现了 但该有的谦让还是要有 该有的态度还得坚持 这个 这不大好吧 这参议院的决策就是法律啊 宋教人再次给出承诺 可以跟参议院解释清楚 还是那句话 这样的解释绝不能出自袁世凯之口 袁世凯说出来 没有私刑也有私刑 专时们说出来 有私刑也没了私刑 所以袁世凯必须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 专时们还能怎么办 只能顺着意思往下说 大总统放心 我们负责跟参议院解释清楚 请参议院重新立法 权谋手段能玩到如此地步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枭雄的称号 只是也正是因为留在北京任职 权力没有得到该有的限制 袁世凯才会逐渐膨胀 甚至开启历史倒车 登基称帝 并最终并逝于国人的一片声讨之中 或兮服所依 服兮或所服 古人成不起我 我是龙哥 喜欢请点个关注 更多精彩分析 持续更新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